你昨天發佈了一個關於系統局長的報告 你這個報告帶我來 他指出很多項目的人 你覺得他最關注的是什麼呢? 其實除了廉政局處的報告 政府都應該主動由政府自己 委任一些比較獨立的人士 或者機構來去詮索 究竟機種局裏面的運作 主於什麼狀況 大家都記得 在2016年 當時也都在八月底澳門 就有個颱風 在里達門的颱風 當時就是因為澳門是個佈地 一個福利 除了有些樹木 有些車損壞 但是很幸運 就沒有任何的生命 或者嚴重的財產 是破壞的 但是當時呢 有很多氣象局的員工 就來到我那把池草 就釋出的內部 有嚴重的管理問題 其中呢 我最深刻也都導致到 我們要遞順避行徑藥觀 就釋出 氣象局的鐵台 有一塊叫做椰子眼 那個椰子眼呢 就向著月球 的時候呢 有帶來好的天氣給我們澳門 那這裏也都有一些鏈啊 有迷信的東西 氣象局當時的員工 冒著很大的風險 跟櫃台呢 跟本人呢 都有講出當時 裡面的作用 其中呢 有些迷信的東西 在氣象局的領導層裡面 包括廁所都有兩個拇指 就沒有人夠膽 包括這一生 去鬥這些拇指 類似的 這些 這些 這樣的東西 那兼甲呢 氣象局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 隻手遮天 上級對那些下級 罵到他們走 但是 這些呢 全部都是山迷的 是沒有 任何的 問責 那當時 我們即時就在 因為嚴重的事態 就向行政做官 包括向行政法務司司長 我本人 是直接 跟他反映這個問題 但是很可惜 全部都是石沉大學 沒有任何的 效果 造成了 他們氣象局覺得 是沒有事了 即是我身為議員 都說了出來 這些問題 而特區政府 沒有理會 好了 今年呢 就有個天假 就是由於那個混帳 在氣象局裡面 而政府不要去問責 裡面的情況 造成了一個真是不幸 這次 所謂 即是說 武門是福地的保存 令到有三個人命 是損失 我們很不開心 特區政府 引迫 這麼嚴重的事故 就推這個氣象局局長 來去祭旗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這件事 不可以一個局長 承擔這個責任 這件事 由於 特區政府嚴重唆分 包括 公務的指示長 應該承擔最大的責任 因為 除了 當時我們向行政象官 和行政法務司 也都一樣 有向他閣下 在立法會 展示 這個 夜之眼 也都我本人 要求 和羅司長一起去 氣象局 試查卡 氣象局 過運作 但是 沒有得到任何的回報 這次 除了 特區政府 推一些 所謂 金錢償 補償 但是 實際上 根據 2010年的 治療官員的通知 和守則 特區政府 治療官員 是需要 承擔政治的責任 這個是 我們 依法施政 裡面 我們特區政府 2010年至今 還未 利用 這些制度 法例 來執行 官員的問責任 所以我們很失望 今次 天急 至今 沒有一個主管員 承擔這個責任 接下來的立法會 應募 我收到 我的同事 將會 很快 有關天急的問責任 以及對於 根據 基本法 裡面 立法會 以及議員 可以 召集 一些人事 一些官員 去問 理解 和了解 當時 為何 政府 會有這樣的 回應 對於添加的事情 留待 接下來 立法會 開大禮 的時候 希望 議員 可以支持 《基本法》 嚴格 執行 能夠 所謂 無論聽證 會也好 或者 變論也好 可以 邀請一些 關鍵人 官員也好 或者私人機構也好 和天革有關係 來多些了解 避免 所以 北九將來 未來的 2018年 和2019年 仍然 我們沒有水質 的時候 我們的商務 我們的 所謂 公共市民 住的地圖 是沒有任何的 佈上 這樣面對 將來的一次 這些 就是我本人 最擔心 和最關注 我們特區 對於文化 對於 避免局 應變的能力 其實 紀律部隊 無論是消防人員 治安記者 台軍 他們是 每一次台軍 是做到 四四下 是沒有睡覺 沒有什麼時間吃的 這些 所謂 公務人員 在應變的時候 需要 特區政府 帶領他們 電動做好 這個文化 預防的工作 希望 可以 包括將來 可以 過去的 失業 的錯 的做法 或者 不足 可以 近視 改善 令到將來 可以應變得更加好 對 那就是 我想問問 關於那個 你覺得這次報告 指出了一些問題 你覺得 全不全面 因為廉政公署 對於廉政公署的報告呢 我覺得 另一次 如果廉政公署 真的重視這件事 應該做 在2016年 當時本人 向行政長官帝的信 裡面已經是出出 亦都我們有紀錄片在 我們都會推出來 就是 指出 氣象局 當時都是困獎的 但是 廉政公署 都沒有做 那今次 因為壓力大 大家都知道 今次 天鴿利路 特區政府 第一時間 又推些 維吻 一些措施 當然 除了現金 還有其他 可以做得到 也都 人命關天 不是說 真的前去 復生 生命 所以 我覺得 廉政公署的報告 是離得太前 我相信 北九將案 是廉政公署 爭培 六方 要 聰明一點 因為社會上 無論 那些意願 無論 社會人士 當他們 反映一些 嚴重的事故 他們 是有 職責 去調查 還有 對 我們社會 交代 這件事 他們刷入 但我們 未覺得 這個報告 沒有什麼特別 亦都 希望 特區政府 根據 公正法 可以獨立 自己去調查 究竟 我們當時的 2016年所說 是 有沒有 需要人 需要責任 有沒有人 包庇他們 這樣做 因為 我覺得很出奇 就是 他們可以 裏面 做任何事 都不需要 職責責任 都可以罵人 粗口 或者令到 那些人 每天上班 是一個案件 為什麽 可以 去長期 運作 而每人 需要 承擔這個責任 除了 有人包庇 我看不到 為什麽 一個部級 可以 接受 借天的運作 OK OK 謝謝